您好 欢迎收看今夜说新闻 人类在饲养牲畜的同时 在饲料里头加了抗生素 而因此人类吃了肉之后 就等于吃下了微量的抗生素 这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会造成哪些危害呢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专家为您深入分析 首先看我们的报道 一般民众总认为感冒发烧 药吃的没有效 就要求医师开力抗生素处方 但是抗生素可不能随便使用 是那么有效的话 你会再回来请医师开 比较强效一点的药吗 我应该不是叫他开强效一点 我只是会跟他说 这个药对我来说没有效 是不是有其他的药可以开 抗生素也当冬天脑 需要的时候没用名利 但是如果能够不用 当然最好了 很多人以为第二代的抗生素 一定比第一代还有效 第三代的药效可能更强 因此喜欢使用最新的药物 但这其实都是错误的用药迷思 比起十年前当然是相对来讲是严重的更多 就以我们很常见的健康色葡萄球菌为例来讲 对于我们一线的抗生素产生抗热性的比例 已经从以前的葡萄百分之十 现在平均大概有百分之三十的一个 算是一个不可以忽视的一个比率 国卫院研究发现有百分之七十的门诊患者 体内的大肠杆菌对于第一代的抗生素 安比西林产生了抗药性 而第三代的抗生素素薄辛 则有百分之十六的患者出现抗药性 也就是说滥用抗生素助长了细菌的抗药性 反倒增加医师治疗的难度 而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民众太容易取得药物 实际上现在在医院里面 我们偶尔就看到连第四代的药物 都没有效的情形都出现了 这个就是以前我们所谓的后抗生素年代 就跟1920年代以前所谓的前抗生素年代一样 你有细菌在那边 就靠阳光空气跟云水来治疗细菌感染 现在这种情形在 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欧美国家 都可以看得到有碰到这种 我们所谓的全抗药型的细菌 滥用抗生素加重了药物的抗药性 未来人类可能会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 提醒民众不要病急乱投药 或者是自行的停药 造成健康上的风险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国家卫生研究院 感染症与疫苗研究所的研究员 肖良基肖老师 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你们好 是 老师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这个动物的 饲养动物 因为我们会在饲料当中添加抗生素 所以导致人类吃进肉类的同时 等于也吃进了这个动物身体残留的抗生素 那长期下来对我们健康会有哪一些危害 当然如果那个肉类残留 那个抗生素的话 一定会有一定的程度的那个副作用在 它第一个会造成的那个副作用就是 如果我们长期里面的细菌 长期接受一个低质量的一个抗生素的 刺激之下 它会可能产生一个抗药性 而最麻烦那个抗药性的基因 它有可能一起保留在我们长期里面 到我们感染另外外来的细菌的时候 它本来是抗生素是有效的 它把那个抗药性的基因传递过去给那个 造成我们疾病的那个细菌的时候 到时候我们的抗生素就没有效了 对抗药性的细菌它可以影响别的细菌对不对 它是有而且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这个情况 对它基本上只要连上去 它那个基因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那个抗药性基因就可以从我们的长期里面的抗药性菌 传播到那个没有抗药性的菌 所以我们刚刚讲我们种这个蔬菜它会有农药的残留 可是其实只要用了农药到一种种植一种时间长度过了之后 再采收是问题就不太大 那肉类而且蔬菜是可以用水把它洗干净或是烫过 可是肉类这种事情是没办法的对不对 也不会其实如果我们在那个残留那个时间到一个程度之后 我们的抗生素其实也会跟着一起去说会消失的 只是说很多时候在出木叶里面 有些时候它们喂食那个抗生素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效果 如果它们在卖出之前没有停用 或者是停用的时候时间不够的话 那个抗生素的残留就会影响到我们在人类 就是我们吃完之后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抗药性的存在 所以吃肉不但会让我们容易过度摄取热量 其实还会有这些健康的隐忧 谈到那个刚刚您讲这个长期吃这种微量的抗生素进去 它会改变我们肠道的细菌 现在就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人类在饲养这些牲畜的时候 加了这个抗生素是希望让这个动物不要生病 让它们体重可以快速地增加 所以也导致我们人类吃下去这样的抗生素之后 我们也可能造成肥胖的原因 这样的研究您认为如何 我可以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单一性的研究 其实我们肥胖那个问题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我想主持人也会看过有些人就是 天生它的基因就是有肥胖型的一个基因 基本上你吃不吃抗生素它都可能是会肥胖的 所以那个单独的一个研究 在一个复杂的人体里面 是不是一定是确定性的一个 直接的因素造成的一个肥胖 我想暂时来说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因为我们人体基本上 那个复杂度是比一般动物实验来说 来得复杂很多 还有就是在动物实验的过程里面 它是只用单一的那个抗生素去喂食 那个基本上喂食六个礼拜的老鼠 那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小要 要使用抗生素这么久 这么久的那个时间 还有我们常常就说 你一个人生里面可能生病的次数很多 那到底要吃多少才是有怎样的效果 那个没有一定的确定 像现在欧洲就有一些国家 他们已经禁止在 比如说欧洲好像禁止牛施打抗生素 其实就是已经在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那您看其实这个抗生素就像您说 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才会用到对不对 可是现在就是说也有这个研究发现说 孩子在很小可能生病 然后吃到的药就已经吃到了抗生素 所以抗生素就改变了他们这个 身体的这个里面的菌种 所以很容易让小朋友得到这种 肠道性发炎的这种情况 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很容易 我们在看病的时候就吃到了抗生素 是不是这样呢 基本上在英国那个研究是利用大概一万多人的一个 做一个对照组的一个做法 他发现如果在六个月前 那个小宝贝曾经使用过抗生素的 在他三岁的时候 他会发现这一批的人会比较肥胖 那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抗生素所造成的话 我刚才已经讲过基本上有很多的原因 那个是不是单一的原因 我不敢说直接有直接的关联性 不过相对来说有很多不同的研究 也曾经提过抗生素确实是有 跟那个肥胖有一点的关系 譬如说我们前面前看到的一个 治疗在治疗那个幽门螺旋菌的一个情况 那个会造成我们胃溃疡 或者是甚至于癌症的那个发生 所以我们一般对一些人来说 我们都会希望用那个抗生素来做一个清除的那个做 但是也有研究指出 在清除掉那个幽门螺旋菌之后 我们发现我们有些荷尔蒙在肠道里面改变 而那种荷尔蒙是造成我们会有一个感觉 会饿的那个感觉 所以他就会觉得 胃口大开 会不会造成我们变肥胖 那个也是有可能就是说抗生素 另外一个证据说有可能会跟肥胖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你有饿的感觉 你的荷尔蒙在改变 是不是你就会拼命去吃东西呢 那个会有多久的那个效果呢 那个没有办法确定 老师说我们吃抗生素会造成荷尔蒙的改变 这还会哪一类的荷尔蒙呢 我们整体有这么多种 其实我们的荷尔蒙很多在肠道里面 其实我们的细菌确实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荷尔蒙分泌的 那其实在动物上面 为什么人家说喂食那个牛 吃那个抗生素之后 它会肥胖 除了生病的原因 是阻止它生病不会死亡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改变它肠道里面的细菌 有些细菌杀死之后呢 我们的脂肪就没有办法再分解了 因为很多我们肠子里面的细菌里面 是分解一些脂肪的一些东西的 那我们就直接就吸收那个脂肪 那当然是会变成肥胖 那个在动物上面是可以看得到 就是现在在人类里面 那个肠子会不会造成同样的效果 第一我们不是长期吃 第二我们的细菌 大概有10亿以上的在我们肠子里面 所以到底我们去吃那个抗生素 会不会跟牛所产生的那个效果一样 我没有感觉 还没有什么实验可以看得到 那现在还是有说这儿童 这个发炎性的肠道疾病 近几年来增加很多将近两倍 这种拉肚子的事情 它是通常是细菌感染的 还是病毒感染 其实如果以小宝贝小朋友来说 基本上它的食物非常简单 细菌性的感染一般来说 是食物上面的污染比较多 所以比较难遇到细菌性污染 对 一般来说我们看到的 很可能都是病毒 跑进去肠子里面 造成一个肠道里面的联膜受血 之后我们有拉肚子的现象 那个通常我们说 用一般的治疾疗法 不需要用到抗生素 抗生素是治疗细菌感染有的 对 一般研究人来说 抗生素是三个都包括的 包括抗黴菌的药 抗病毒的药 抗细菌的药 但是发炎我们就要清楚 抗发炎药跟抗生素是两回事 发炎是一个免疫的反应 那个免疫反应可能是细菌做出来的 可能是病毒做出来 可能是其他的因素做出来的 一个发炎反应 所以抗发炎药跟抗生素是两回事 可是像我们感冒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发炎的反应 那我们是要吃抗发炎药还是抗生素呢 因为感冒如果吃抗生素 好像好比较快是不是 其实感冒吃抗生素不会好得快 不会好得快 如果你的感冒是来自于病毒的话 你吃的抗生素抗细菌的那种抗生素的话 是没用的 一点效用都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很多时候在健保直肤里面 为什么我们都不鼓励开抗生素 除非说你有确实的证据 觉得它会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 我们才会看抗生素给你个病人 所以如果看到一些感冒的症状 它其实不一定要用到抗生素 不一定 譬如说我们说很简单 看看这边那个图 有些发烧真的是细菌性引起的 那当然是要使用抗生素 但是很多时候发烧 是因为病毒性的感染所引起的 有些时候一些癌症的病人 它初期的时候也会有轻微的发烧 那种东西基本上是不需要抗生素没有效的 这只有细菌性感染导致到的那种发烧 你使用抗生素是有用的 譬如说我们也会常常会觉得喉咙痛 说医生跟我们说喉咙发炎 但是很多医生也不一定会开抗生素给你 开抗生素的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到那个喉咙的发炎 已经有点发浓的现象 那可能是一个细菌感染的时候 我们才会开那个抗生素 据说好像是第三类的 我们常常有些所谓牙痛的原因 就是牙周病那些东西 我们是怕流血的过程里面 那个细菌在拔牙 进到血管里面 造成那个细菌感染 有一些坏食的现象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到那个抗生素 基本上其他我们说看到牙痛 就不能随便吃抗生素的 要看是什么导致那个牙痛 您说发烧有可能是因为细菌感染的发烧 也有可能是病毒感染的发烧 可是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一般小朋友发烧 我们就把它带到那个小儿科去看 要怎么样来判断 如果在它也没有化膿的情况之下 第一时间是无法判断它是细菌还是病毒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抽血还是怎么样 基本上如果你去门诊的话 一般小朋友来说 我相信每一个人如果有小朋友 带去小儿科的诊所 或者是很多台湾的民众会带到那个 我们叫耳鼻喉科 那个ENT里面去看 那一般来说我们都会一开始 很多人都不会使用那个抗生素 除非说它是很明显 那个是细菌性感染 一般我们说 你会看到那些小朋友发烧 我希望各位家讲要留意一个东西 其实病毒的感染 最高峰期发烧 大概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 一般来说这会慢慢再下降 如果你想要观察你的小朋友 是一个真的细菌性的感染 还是病毒性的感染 你只要每一趟你吃那个推烧药之后 你发现它还只有重新发烧了 那个重新发烧的 你去量那个体温的时候 它那个温度的度数 千尺不要高过前面 它就越来有发烧 但是越来越降 它一个T型的一个现象高 低就又高 但是那个高绝对不可能超越上一趟 或者平的就好了 如果是假如你观察到第三天第四天 你就会发现它会慢慢继续下降 这就是病毒的感染 所以为什么那个小阿科的诊所 会告诉你三天要回来 如果它不开抗生素给你的话 它希望看到你第三天第四天 只要看看你的温度的变化 还有就是有没有齐虚的高消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它也会听你的肺部 有没有肺炎的现象 如果听出来的声音啊 你的呼吸啊 有些问题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开那个抗生素给你的 老师 如果你刚刚说这个病毒感染的话 烧三天它会逐次的下降 那细菌感染的话会持续高烧 那医生说三天之后再回来看 可是假如真的是细菌感染 那我三天之后再回来看 再用抗生素来得及吗 来得及 很小的baby也可以吗 对 应该都可以 所以一般来说 其实90%来说 我们都是说病毒性的感染为主 其实很小是一个细菌性的感染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 那个医生的经验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会发现 一般民众如果去看医生的时候 那个医生坚持不开抗生素给你 千万不要觉得他是一个不好的医生 千万不要觉得他的药没效 对 对 是 老师你我们想 这个在门诊 我们在这个平常小儿科 就社区的这个诊所 我们也拿到 医生也可以开抗生素给我们的 那在医院有的时候生病 我们也会用到抗生素 这两种抗生素的强度有没有差别 是不是在社区的 抗生素比较没那么强 医院比较强 有差别吗 基本上我们说 新发明的抗生素 一般来说 大多只能在医院使用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针基 就是我们要打针 直接打针血管里面的 那个静脉注射的 所以一般来说 你诊所的都是口服的药物 所以还有就是 一般我们民众通常是 有那个生病的时候 他一般都会先到那个诊所 那个发病的那个程度 绝对不会那么严重 但是如果已经在诊所 已经处理过 还没有达到那个治疗的效果的话 能禁院的那些 可能已经比较严重了 尤其是如果禁院的时候 我们已经发现 他有一些很明确的那种 可能细菌感染的话 那又曾经知道 他去诊所处理过 又吃过抗生素的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也会用 比较厚线的药物 来去做治疗 所以如果我在门诊 已经用过抗生素的话 我没效 我要进医院看病的时候 我必须要告诉医生 我之前吃了什么药 对不对 对 这个是对医生判断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像抗生素有分四线 在这个图卡当中 可以看到这个 抗生素有四线 那通常有没有分 比如说在社区是一二线 医院三四线 有没有这样分 也可以 其实在医院里面 一二三四线都会有 绝对是都会有的 但是来说 一般诊所来说的话 我们头一线 二线跟三线 都是一个口服的药物 都可能会有 那个尤其是 基本上 我们现在其实 这个我们知道 安比斯林的一个东西 基本上 医生研究院比较小用得到 在我们在做一个调查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调查里面 确实是抗药性是蛮高 尤其是我们看到 有些时候 一些急诊的病人 他一进来 我们先把他 留一个尿液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的尿液里面 已经有抗生素的存在 就是说 他还没到院了 他已经在吃那个抗生素了 之前 所以我们说基本上 所以为什么医院 一般来说 去到医院的 我们会已经 很容易就会开 比较厚陷的一个抗生素 而为什么 这三种药物 我们说是诊所里面 因为它是口服的药物 所以诊所里面 会比较容易可以 直接批诊 就是我们说 厨房签的给你 就可以看到拿得到那个药 如果在第三线来说 我们一般是比较小用的 尤其是在小朋友 我们绝对不能 使用这个药物 因为这个研究报告指出 好可能会让 那个小孩子的骨骼 那个发展会受到影响 所以之前一级 我们说 解一种口服的药物 只会给大人吃 小朋友在小于五岁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不建议 这个那个 苏博新的那种药物 这个每个医生都知道吗 大部分应该都知道 好 因为毕竟我们家长并不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小朋友的抗生素 是第几线 我们在医院 可以这样问医生吗 可以啊 你的医生如果要开抗生素 我刚才我可以问他说 你这是第几线抗生素 可以这样问吗 可以啊 我相信病人绝对 有他的权利去知道 一个医生 为他开了什么样的处方 那个处方的药物 是什么类型 那个效用是什么 那个医生是有杂议 解释给你听的 像我女儿这一次感冒 然后我们等于去这个门诊 去了这个小儿科门诊 我们去了四次 然后呢 因为他已经是 这个鼻子已经是 黄绿色的鼻涕了 所以医生就直接跟我讲 他要开抗生素 但是他 他等于第一次开抗生素 三天之后再去看 效果不好 他又换一种抗生素 然后再来 还没有什么明显 他又换了一种抗生素 那这样子假设 他是不是就是用一二线 一二三线这样子的 他一直在换不同的抗生素 对 因为他觉得那个效用可能没有 但是我也要 必须要讲的那个 可能他根本也不是说 真的是细菌感染 鼻涕转那个黄绿色 绿色的话 有可能是细菌感染 尤其是他从那个白色 慢慢转黄绿色 长期下来还是这个样子 是有可能 但是也有可能 那不是 他只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 后面造成发炎的反应 造成那个黄绿色的那个鼻涕 那再过一段时间 其实最主要要治疗 那个发炎的那个 那个过敏性的鼻炎的那个问题 而不是一定是因为 因为过敏性的一个东西是 可能长期都会有 这样的王律师的那个鼻涕 如果他感冒之后的 可能是鼻炎的问题 老师我们在这个帮小 带小朋友去门诊 看感冒的时候 也是会吃到抗生素 那我怎么样才知道说 不能吃到第三线抗生素 其实我们说第三线抗生素有很多 只是说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 叫苏博心的一个那个 在同类型药物里面有很多 但是我们要辨认这个苏博心的时候 你只要把后面的前面的几个英文字母 盖掉 只有新鲨 比如说FLU 这几个字的话 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 苏博心类型 同类型的药物 这个部分我们都是不建议 很小的小朋友在使用 多小 大概是五岁以下的 尽量不要使用 因为在老鼠的实验来说 它是证明说 会影响到我们的骨骼的发展 那个对这个小朋友的发展的骨骼 有一个一定程度的伤害 所以我们一般以前来说都不建议 尽量不要使用这个部分 当然有一些特别的问题就是说 它已经没有其他的药物 肺炎很严重的时候 这个药物在肺炎里面非常有效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有些医生还是会开这个 这个通常说已经没有选择的时候 尤其是小朋友小育 所以我们尽量都真的是 不要建议用这个药物 大概就这样 像这个第四线 现在这个第四线的抗生素是怎么样 很有效吗 完全没抗药性吗 其实最近台湾一两年 其实也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第四线的药物出现 很多抗药性的细菌出现 大概有我们国家卫生研究院 有做个部分 是院内感染的部分来说 有大概15%左右的 已经是需要我们说 比较最后线的一个抗生素 最后线就是第四线是不是 以这个明清来说 它是差不多最后的 对于那种感染是阴性菌来说 它是最后线的一个药物 那基本上我们的之前 在新闻里面有吵得飞飞扬扬的那个 我们说超级细菌 就是因为它能够对抗 我们说最后一线的第四线 那当然第四线都没有效的时候 我们很多一二三线的那个东西 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现在有细菌是第四线抗生素 也克服不了的吗 有 所以超级细菌的定义就是 没有抗生素可以治疗 差不多 我们说差不多没有 可能新闻只有一个到两个 或者是我们台湾也是有特有的 就是我们说的全抗性 就是真的一个都没有的那种细菌 也是有的 那怎么办 基本上我们还是会尝试 用不同的合并的药物 来去做一个治疗 那可能我们在那个剂量上面提高 或者是用不同 还有就是我们通常看到 这些类的病人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说 那个病情都比较严重 或者是有一点已经瀕临死亡的 或者是一些癌末的病人 或者是已经只能靠那个 富士西维生的一种病人 它长期或长 它的免疫力很低是不是 只要其实它免疫力提高的话 基本上那个东西 就算是抗生素抗药性的问题 它应该早很快好起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只能说 能做多少做多少的那个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比如说我是健康的人 我到医院去探病 我去看我的朋友 看我的亲戚 比如说我可能要进 加护病房去看他 现在加护病房不是有一种AB菌吗 那我好好一个人 跑去加护病房看病 我会不会感染到AB菌 其实AB菌是可以在皮肤上面存在的 在皮肤上面存在 所以你碰出那个病人 如果那个病人里面的皮肤上面 有那个全康性的AB菌 它绝对有可能 把它的AB菌传到你的身上 不过问题是 你跟它不一样的原因 就是你是一个健康的人 你的免疫系统完全没有问题 它连附在你的皮肤上面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当你生病 如果你的免疫能力很差 那你感染到这个细菌的时候 你基本上的治疗的那个方法 当然是就变成没有了 最后能不能请教老师 就是给我们一些抗生素的基本概念 通常哪一些病会用到抗生素 我们常常见到病 哪些病我会遇到抗生素 正如我刚才在节目上面 就是很早期讲的 其实抗生素一个很大的一个名词 其实要包括那个抗病毒的药物 抗细菌的药物 抗那个黴菌的药物 所以我们要对症下药 至于说细菌性的感染 那你当然要用那个 我们说的一般的抗细菌的抗生素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一般的感冒 你看那个抗生素 一点效用都没有 比如我们香港脚啊 那些东西当然是抗黴菌的药物 你可以抗生素 只会让它更严重 觉得会变好 好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用药尝试 大家还是要有一点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员 萧良基萧老师 谢谢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